備戰的解封觀光人潮 國道客運桃園縣 機場線 在今天是大幅增搬了七倍 另外Uber跟多元化計程車隊 也瞄準著觀光的商務客 提供民眾預約三十分鐘 到三十天內的車程 不僅這國內要迎接觀光客 國人也迫不及待要飛出國了 在今天一早是在這個領務局 還是有非常多人 趕著要辦護照 甚至多掏錢 要用極箭來辦理 最速件辦理護照逼近千元也有不少人願意花 畢竟解封第一天實在迫不及待飛出國 領務局一早九點多左右 在線等候人數逼近百人 去日本大概十月底的時候 預約都滿了沒有預約到 所以我就是到樓下 然後印完之後就在那邊排隊 衝著第一波解封熱潮 全臺十月十二號申辦護照量 來到七千三百六十九件 創下疫情以來新高 光在臺北就有四千六百多件 當中的極箭還超過五百 佔了百分之十一 至於網路預約一天可接收三百六十件 林務局也特別提醒民眾避開尖峰時段 尖峰時期一般都在十點半十一點開始 那或者是下班的時候 那一天三百五十幾位 總共開了十三個櫃台 大概一小時十分鐘 我們把它消化掉 備戰解封人潮 國道客運 桃園機場線即日起大幅增班 尤其往返桃園跟北車路線增班七倍 從每天四班增加到二十八班 而陶基直達車十三後起平假日離封時段 也恢復了三十分鐘的班距 計程車車隊也早有佈局 瞄準觀光商務客 Uber跟多元化計程車車隊 解封這天起 推出雙北跟基隆市部分地區 可以讓乘客預約三十分鐘前 到三十天內的車程 行程前一個小時 還可以免費取消 賣了兩年多 總算熬出頭 國內各大業者 吸引解封商機 賺盡觀光財 這週紅日節離聚台北裁縫報導 MING PAO CANADA